马斯克的星链卫星杀伤力有多大 很多人都没说到点子上 我想重新聊一下 举个前段时间的例子 2021年 中国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了一份外交召会 内容是 星链卫星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 两次危险接近中国天空空间站 导致天空空间站被迫开启紧急规避机动 这个事件后 很多人都在指责星链 但是却没有看到他真正的杀伤来自哪里 首先 这件事的后果其实很严重 中国空间站上 但是还有三名宇航员在里面 如果不是我们进行紧急规避 双方甚至有相撞的危险 试想一下 如果我们没有规避能力 那么我们可能面临几代人努力白费的结果 还将有可能面临人员伤亡 其次 星链冲击天空空间站的方式让人细思极恐 它是主动变轨 然后导致两者有碰撞的可能 要知道 星链的数量是非常庞大的 仅载轨的星链卫星就已经达到了2400多颗 而在规划中 星链最终的卫星数量更是将多达4万颗 是目前载轨卫星数量的近10倍 这些星链卫星都具备主动变轨的能力 只要他们愿意 那就可以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卫星和空间站 造成强大的威胁 那么这么危险的星链是如何练成的呢 中国有没有什么手段来避免或者反制呢 这一切还要从星链的诞生说起 2015年 SpaceX首次提出了自家的太空高速网络计划 星链计划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卫星通信网络 旨在为广大的偏远地区 以及远洋船舶提供网络服务 这里必须说明一下 如果没有后期的变化 其实这个理念是相当好的 能够让更多的地方用上高速的网络 但很多人可能会有疑问 上个网而已 还要用到卫星吗 实际上真的很有必要 在地管人西 基建稀烂的部分国家 如果你出了城区之后 没有网络是正常情况 部分地区甚至连手机信号都没有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以前英国读书的梗 很多牧羊犬都说 英国人爱读书 在地铁上都是捧着书 结果被证明 人家只是没有四句网络而已 后来英国地铁接上了网络 他们才被打脸 但实际上很多人都不知道 英国直到现在 还有很多地铁是没有四句网络的 从这边你可以看出 通信网络在全球的普及 是有多么差了 而SpaceX的清廉计划 一开始的宣传就是帮助 偏远地区解决网络问题 用户只要购买一个信号接收器 就能够全天后使用 100兆到200兆左右的网速上网 但是要实现覆盖全球的目标 星链计划还需要更多的卫星才可以 在最初提出设想时 其实马斯克的星链还没有这么恐怖 那时星链大部分的卫星 都在1150公里的轨道上 但是容量却很小 无法满足用户对流量的需求 后来马斯克的SpaceX 以减少太空垃圾为由 将星链的轨道降到了550公里 再后来又降到了350公里 大家都知道卫星轨道越高 辐射全球的面积就越大 所以降低轨道就需要更多的卫星 才能完全覆盖地球 所以两次计划变更 导致星链的卫星数量 从1万颗变成了3万多颗 然后就是恐怖的4万颗 当时很多科学家 在看到这份超级计划时 都觉得马斯克和SpaceX疯了 才会想出星链计划 不管从技术上还是资金上 他都不可能完成 按照我们通信专家奥卡姆剃刀的说法 距离地球600公里是有空气的 卫星会被地球拉过去 平均5年就掉下来了 或许是大家都抱着不可能完成的念头 才让星链接连通过老美和国际相关机构的审核 而且越做越大 对诸多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首先是天文界在星链计划刚获批的时候 全世界的天文学家都非常的反对 他们不止一次的发表声明 说星链卫星计划会对天文观测造成很大的破坏 因为望远近观测太空的条件非常苛刻 需要收集从遥远的星球上发出的光线 而卫星会遮挡住这些光线 数量越多 遮挡的概率和面积就会越大 毫无疑问 庞大的星链卫星数量 像是打开低轨卫星的序幕 这对地面上的太空观测来说 就是一场恶梦 轻则影响观测 重则彻底结束地面天文学 所以天文科学家的担忧是对的 果不其然 在星链计划稳步推行的同时 有越来越多的天文观测受到了严重的干扰 今年2月份时 天文学家忍无可忍 在国际天文学顶级期刊 天文物理期刊上 炮轰星链计划 参与炮轰的天文学家 囊括了美国政府 欧洲天文台 华沙大学 加州理工 尤西伯克利等多家机构的科学家 根据他们的记录 从2019年到2021年 短短两年的时间里 位于南加州的一座天文台 拍摄到的照片 被星链卫星污染的频率 上升了35倍之多 其中有18% 都收到了星链卫星轨迹的污染 这些星链卫星划过的天空 就像是一片毛玻璃 关键是 目前的星链才2000多颗 如果星链计划完成 那么将有4万颗卫星 同时在天空闪耀 足以瘫痪大部分的地面天文观测 包括中国天眼 更可气的是 马斯克毫不在意 反而说 地面看不到 那就去太空观测好了 这可把天文学家们给气坏了 因为把望远镜弄到太空去 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就算是中美这样的航天大国 也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以詹姆斯韦伯天空望远镜为例 他从计划到成功发射 耗时近20年 总造价高达100亿美元 而中国寻天望远镜 需要明年才可以完成 如果彻底被封锁了 老美的太空望远镜 无疑会成为受益者 而天文观测 可能只是星链瘫痪的一部分 它还可能封锁航天发射的任务 美国航天局 就曾对星链计划发布了警告 星链计划可能会对国际空间站 灯火计划等 NASA航天任务 造成不利的影响 而且理由非常充分 卫星发射是需要空间的 而且还是需要在固定的轨道上绕行 在星链之前 全球航天数十年才发射4000多颗 相对于整个地球轨道来说 微不足道 但是星链之后 地球好的轨道 一下子被占据了很多 更关键是 如此众多数量的卫星 以人类目前的技术 是无法保证每一颗都是受到控制的 潜在的危险非常大 就像是道路上行驶的汽车 数量越少时 发生事故 碰撞到其他车辆的可能性就越小 太空中也是如此 一旦有卫星失控 它很有可能造成连锁反应 数量越大 连锁反应也越大 在人类历史上 就曾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 2009年 俄罗斯一颗报废的卫星 在太空中飘荡 然后美国的一颗一星三三 就撞到了它 最终造成两颗卫星 瞬间解体缝碎 碰撞事件产生了数千块 可以被追踪的太空垃圾 而更小的碎片 更是不计其数 试想一下 如果太空中都是卫星 这些碎片又撞到了 其他卫星的概率 是不是就更大了 答案是毋庸置疑的 只要一块乒乓球大小的太空垃圾 就足以摧毁一颗正常运行的卫星 而太空中未知的危险非常多 就算人类能自主掌控卫星 不让它们相撞 其实也是没办法避免卫星发生空难的 以今年2月份为例 一场太阳风暴席卷地球 波及到星链的49颗卫星 结果有40颗卫星 直接当场报废 这些报废的卫星 无法到达预定的轨道 只能在其他轨道上飘荡 直到速度减缓 坠入大气层烧毁 这些报废的卫星 同样有可能会撞到其他卫星 从而产生大量的太空垃圾 这些星链卫星和太空垃圾 共同组成了一个太空幕布 而且位于低轨道 几乎可以封锁航天发射路径 其他国家想要发射航天器 只能见风插针 NASA就对此意见非常大 认为星链计划占据轨道资源 会影响到国际空间站的发射任务 为了缓解外界的顾虑 SpaceX曾经对外界表示 每一颗星链卫星 都有独立的机动变轨能力 可以对碰撞提前进行规避 与大型航天器碰撞的飞行为零 但事实证明 正是星链卫星拥有机动变轨能力 才越发让人感到担心 因为只要马斯克和SpaceX愿意 星链随时可以化身为太空杀手 中国空间站就曾被威胁到 2021年5月16日至6月24日 星链-1095卫星 555千米轨道持续降轨道了 平均高度为382千米的轨道上 并在这一步正常的轨道高度 继续保持运行 而全世界的航天机构 甚至太空爱好者都知道 中国的天空空间站 正处在382千米左右的轨道高度上 随后在2021年7月1日 星链-1095卫星 与天空空间站发生近距离接近事件 当时天空空间站判断存在碰撞风险 所以第一时间就联系了SpaceX 结果未能阻止星链的靠近 为了避免无法挽回的事故风险 天空空间站果断上升轨道 进行紧急规避机动 没想到仅仅三个月后 同样的情况再次发生 2021年10月21日 星链-2305卫星 再次与天空空间站发生近距离接近事件 并且这一次的星链-2305卫星 进行了多次变轨机动 无法判断其方向和意图 天空空间站无奈再次进行紧急避嫌机动 如果说出现一次意外情况 还可以解释成偶然的话 那么有了第二次 势必就会有第三次 中国空间站随时处于危险当中 很多人可能不太理解 太空中的近距离接近有多危险呢 在近地轨道运行的卫星和空间站 平均速度都超过了27400千米每小时 而高速公路上的限速只有120千米每小时 在高速公路上发生车祸 都会导致汽车解体 更何况时速超过220多倍 重达几十吨的飞行器相撞 那必然是一个更惨烈的局面 实际上 我们的天空空间站虽然可以变轨 但是紧急机动并不是没有代价的 天空空间站安装了4台霍尔推进器 以及数量众多的常规推进器 平时的稳定飞行状态 可以只使用消耗少量仙气的霍尔推进器 但是在紧急变轨机动时 推力只有80毫升的霍尔推进器是无法胜任的 需要常规推进器进行配合 而常规推进器使用的燃料 都是用一点少一点的 甚至推进器本身也有使用寿命的限制 如果星链一直这样横冲直撞 那么天空空间站的使用寿命必然会提前 综上可以看出 星链对我们天空空间站造成的影响有多大 虽然SpaceX一直在宣扬自身的独立性 以及星链计划的中立性 并且对外宣传尽量不会破坏太空的秩序 但是它的种种做法让人很难信服 是否偏袒谁就在它的一念之间 就以星链与空间站的矛盾来说 其实这个问题是很好解决的 在早期 NASA也担心国际空间站与星链的碰撞问题 所以就一直与SpaceX进行协商 最终SpaceX决定 让星链主动规避国际空间站 此后有相关的危险性 双方都会相互协商 让星链提前进行变轨 但是很显然 中国的天空空间站没能得到相同的待遇 除此之外 星链在老美军事上的使用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 2019年 星链计划就得到了美国空军的资助 与美国的军用飞机进行加密互联网通信测试 2020年 星链又与美国陆军签署协议 星链将为美国陆军进行跨军式网络的数据传输 同年10月 SpaceX公司还从美国军方得到了一份1.5亿美元的合同 用于开发军用版星链卫星 更重要的是 在俄乌冲突中 乌克兰军方使用星链通信网络来进行通信 这是星链第一次直接介入到军事行动中 就让大地的太空封锁战略失效了 无论从何种角度看 星链计划背后的军事色彩都是让人无法忽视的 一旦星链大规模应用到军事领域 凭借其4万多颗具备机动变轨能力的卫星 可以对禁地轨道上的所有航天器造成严重的威胁 因为功能比较单一 重量较轻 一颗星链卫星的成本 据估计还不到100万美元 在航天领域完全称得上是廉价了 而这样的一颗廉价卫星 却能够对价值数千万美元的商业卫星 军事卫星 价值数亿美元的高精尖科研卫星 乃至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空间站 造成致命的威胁 一旦星链卫星被用于军事破坏 对其他国家的航天器发动自杀式袭击 只要成功了 那都是文赚不赔的 那么问题来了 既然星链计划的目的不明 军事化后更是会造成严重的威胁 那么我们有没有什么反制的手段吗 答案当然是有 而且还不少 第一个手段就是抢占轨道资源 掌握话语权 太空中的轨道资源是有限且宝贵的 美国推出了星链计划来跑马圈地 我们自然也要有相对应的项目来进行反制 2020年 国家将卫星互联网纳入星链计划中 相继提出了红云 红叶 天链的卫星计划 来构建我们的低轨卫星网络 而且同样是在规划更庞大的低轨卫星 有了类似的低轨卫星 我们就有了反制的权利 就相当于也拿到了话语权 大不了大家互相伤害 但是单单有话语权还不够 你还要避免别人的使坏 所以就要有第二个手段 提高我们重要航天器的机动性 比如我们先进的卫星和空间站 都搭载了感应和推进系统 拥有轨道机动能力 能够像天空空间站一样提前感应 并且进行紧急规避机动 降低撞击风险 然而这两个手段都属于防御性质 难免有些被动 那么我们有没有更加主动的反制手段呢 当然有 就在今年1月份 美国的一家商业空间监测公司 向外界报告了一个太空事件 中国的实践21号卫星 似乎充当了一回太空清洁员 将地球同步轨道上 一颗失效的北斗导航卫星 脱离了原本的轨道 实践21号卫星 将这颗报废的卫星 扔到了比之前轨道高 1.5万千米的坟墓轨道中 而且自己还独立返回了原本的轨道 首先声明 这个是来自老美的消息 咱们是没有大规模宣传 可能没有 也可能太过先进 不宜展示 但是咱们具备清理太空垃圾的能力 是毋庸置疑的 将来有需要 就可以清理出一个朗朗乾坤 而且这种清道副卫星 还是可以重复使用的 所以一旦有敌对目标 对我们的航天器造成威胁 我们就可以使用 实践21号这样的带刀侍卫 将其扔到极远的高空轨道 或者地球的大气层中 当然 这些反制手段 都是逼不得已的反击手段 我们依然呼吁 国际社会应该对系列计划 或者其他同类型的计划 进行更严格的审查和限制 太空是所有人的太空 不应该让资本家 和霸权主义者的野心计划 不夺他人仰望星空的权利 好了 我是熊猫 我们下期见